歡迎收看明明 節目 請到 10 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 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飛碟晚餐 我是陳灰文 中華民國110年11月5號 今年是禮拜五 台灣的新聞這個 很奇怪喔 很多也不知道该怎么谈起 这两天最大的社会新闻就是 彰化发生全家一起杀人的命案 谋财害命 预谋犯案 那爸爸妈妈弟弟都帮忙这个女儿 就是这个弟弟的姐姐 这弟弟的姐姐在酒店上班被包养 包养之后呢 这个寄于这个死者的钱财 爸爸妈妈弟弟 包括这个酒店小姐 四个人一起谋财害命 把这个男的弄死 这个 我觉得这个才是社会到这个地步 这也要感谢蔡总统跟费死联盟 还有民间私改会 其实在台湾谋财害命是不会判死刑 这个酒店小姐被收押 爸爸被收押 妈妈跟弟弟各十万块交保 我想说 是法律改的吗 谋财害命 预谋杀人 十万块交保 这是 我认识这个记者吗 我二十年社会新闻也白跑了 原来这样可以交保 太好笑了 那刚好玩的在后面 这个检察官看到十万块交保 就要抗告 这开什么玩笑 预谋杀人 全家一起翻案还有可以交保的 好 那检察官就抗告 抗告 这个彰化地方法院的发言人 竟然出来开记者会 说 这个妈妈十万块交保 弟弟十万块交保 因为他们两个已经承认 他们是预谋杀人 谋材害命 所以就他们交保 我拜托 你是第一天当法官吗 你第一天当法官 你第一天当法官 你怎么能当发言人呢 你的流程是 检方提抗告之后 案子会送到二审 由二审的 应该是台中高分院 彰化的二审在台中 由台中高分院来裁 他要自为裁定 还是发回根裁 你彰化地方法院再开个庭吗 怎么会是彰化地方法院的发言人 出来讲说 他们两个都承认了 所以我让他交保 什么叫侦查不公开 你以为这案子就这四个人干的 有没有共犯 你都厘清了吗 就即便这两个人在庭上承认 我跟爸爸妈妈姐姐一起杀人 即便他承认的也不应该交保 你是去办的什么案子啊 太可悲了 但不会判死刑了 我们台中的牙医 很可怜了 台中的牙医被点点点 叫台西 那这个牙医的遗孀 非常的生气 那希望大家声援 蔡总统他 我跟你讲 满朝的文武 一堆费死联盟的 顾立雄 高永成 罗炳成 林丰镇 一堆啊 费死联盟 一堆好像算了 民间市会那些都要说 所以这个老百姓赐苦啊 没办法 来我们来看这个两岸的新闻 今天有两段 第三段我们来谈谈国民党的修宪 美国国防部的军力报告研判 大陆可能在2027年 逼台 逼迫台湾上谈判桌 这个是美国国防部的军力报告 那当然是针对中国大陆的部分 那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当美国需要假想敌的时候 很明确 他的 这个一定要找个 戴罪羔羊 一定要找一个假想敌出来 大陆是一个不恶的人选 不管从各种政治经济的层面来讲 就是 那这种军力研判报告 跟我之前跟大家讲说 美国的印太司令部 那个戴维森啊 但因为我们台湾的媒体就说 你们写新闻都乱写 像蔡英文讲那个什么 什么半倒台湾 拖累台湾 这么这么关键的 你既然新闻不会去写 我就没办法了 总统兼党主席 在民进党的记者会说 有人在拖累台湾 你做记者 你这句信不出来 他说 有人希望台湾好 所以呢 希望半倒台湾的人是不会赢的 所以希望台湾好的人会赢 然后希望半倒 这样子你新闻写不出来没办 我再讲一遍 我讲过很多遍 我实在都觉得有点那个 戴维森他已经卸任了 这个美国的印太司令 他是个叉叉 他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啊 他是为了争取预算 他是争取两个预算 第一个是他印太司令部的预算啊 他想要增加个20% 年度预算说 帮我们加一点 另外呢 美国的一个 这个太平洋的威慑倡议啊 他是一个更大的计划呢 他希望能够double 我觉得他在美国的国会他作证 他争取预算嘛 我要争取预算 我要争取一个 大框架的预算 还有我这个单位的年度预算 我要争取两个预算 如果今天我在国会讲说 大陆啊 目前习近平啊 他们大陆讲说他绝不称霸 然后大陆里面呢 问题也很多 这个东南西北啊 这个服务院这么大 所以呢 我们研判大陆呢 是不会轻举妄动 大陆目前的这个 国防力量 那如果你是 你是参议员 中议员听人家讲说 那我干嘛给你钱啊 你都坐证 大陆不会轻举妄动的 我拨钱给你干嘛 那来下一位你可以走了 我就不要给你钱啊 所以争取预算要讲什么 哎呀好危险啊 他六年之内可能就打台湾啦 你们赶快给我钱啊 你不给我钱 我怎样怎样 他一定得瞎掰嘛 就像我们的国防部长瞎掰说 他现在的台湾 从军40年以来最严重 最严峻的时候 你骗人吗 你怎么可以睁眼说瞎话呢 国防部长你睁眼说瞎话 是为了什么 这现在的台海怎么可能是40年以来最严重 最严重是96年啦 哎呦 你就是要 微眼耸听 你就是要 现在好严峻 严峻什么啊 到底在严峻什么 我都不晓得 来我们看这个两个猪队友 这个国安局长 他说到底会不会打东沙 其实这个就是美国的媒体 美国的智库在那边乱掰 然后我们就得回应 我们这个很潜谍的这个国家 国安局长说 中共的内部辩论过 要不要打东沙 这能讲吗 我不太清楚 我看今天有个国民党立委在评论这个 你评论之前你要先误稿一下 你说得里里大大 我现在不是在里里里说什么 显然你对议题也没有什么准备啊 讲得好烂啊 我看那个网络的影片 想说你在讲什么 天哪 这国安局长 是不能讲这个话的 你怎么知道中共的内部辩论过 就算你知道你也不能讲 那打东沙重不重要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只是你要把它讲得很重要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 我们的利荣航空的 我们的包机要到东沙岛去运捕 民航机哦 利荣航空当然是民航机啊 飞飞飞飞飞到一半啊 香港的航管啊 跟他讲说前面这个危险 请你折返 然后利荣航空啊 我要去东沙岛你为什么叫折返 可是没办法 香港的航管说前面危险 不能让你过去 那我们的包机就回去了 就折返回去了 为什么 那不是上权辱国 东沙岛是我们的耶 我们的飞机要飞过去 你香港赶你上港什么事啊 你叫我回去我就回去哦 还不是全国都吞下来了 不是吗 我们的民族性其实没有很强啊 我们说南韩跟大陆勾结 把我们的金牌给做掉 你还记得吗 很多人都忘了啊 广州亚运啊 那个阿智 我可以麻烦一下 你去隔壁开一下冷气好不好 不知道是哪个250把冷气关掉了 麻烦你啊 说大陆的财 那个大陆主办嘛 广州亚运啊 跟南韩勾结 我们的电子袜事件 那群情很愤慨啊 打国际诉讼 找到一个很有名的律师 姓宋 昨天我在幼稚节目还谈到他 宋大律师 好我们这个同仇敌忾 一定要跟南韩大陆算清这笔账 欺负我们的选手啊 对不对 那时候马英九是总统 吴敦英是行政院长 后来呢 后来我们就撤告了 你觉得南韩会看得起我们吗 你觉得大陆会瞧得起我们 你不是要告 你不是说你很违困 你的金牌被做掉 那你为什么投降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啊 我们就是这样的国家 我自己都看不起台湾啊 我是说电子化这个事情 实在是太好笑了 然后大家都吞下去 第一个讲吞下去的 提委会副主委还被干掉 还被迫侵蚀 结果后来是全国一起吞下去 为什么 这是实在是 好这是另外是陆委会的主委 邱泰山 他前一阵子讲 他说啊 这个之前共机擾台的时候 美国有两架战斗机啊 飞得很近 飞弹都可以打到大陆的机场 可是大陆不知道 这能讲吗 那我请问你 美国有两架战斗机 已经飞得离大陆很近了 已经很接近大陆的机场 已经进入飞弹的射程 可以打大陆机场 邱泰山你怎么会知道 我的研判 是美国 pass过来的情报 然后我们的 这个租队友的陆委会主委 就把他讲出来 两岸的问题交给 陈明通跟邱泰山 不如买 我说真的 交给这两个250 这很多事情都是不能讲的 你们都把他讲出来 蔡总统你所托非人 然后我们全国的老百姓 也所托非人 你蔡英文 我如果是美军 我想说 我这事情跟你说 你怎么可以说出来 我美国的战斗机 飞到大陆的沿海 已经进入我飞弹射程 我如果发射飞弹 就可以攻击大陆的机场 他不会打嘛 他没事去打大陆的机场干嘛 那你陆委会主委 叉叉到这个地步 你还公开讲 然后媒体不太报道 媒体比较喜欢谈一些什么 一些圈圈跟叉叉的事情 有这样的陆委会主委 有这样的国安局局长 问题还在后面 我们先听广告 飞丁晚餐 我是陈辉文 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安局长 因为国安局长 他以前是陆委会的主委 他不只是蔡英文的陆委会主委 他也是陈水扁的陆委会主委 台湾没有人 所以就只有一只用他当陆委会主委 陈明通昨天在立法院讲 他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衰竞主义 这从二次大战开始讲起 那就扯太远了 那他的意思说 如果要这种这种姑息 保守 甚至是偷乡主义 说我们不要去惹中共 就可以和平的话 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我同意 这个我同意 说我们对 大陆对中共的这个 我们就卑躬屈膝 我们就跪下来 他讲怎么样 那你说我们不要去惹他 然后我们就可以保持我们的 保有我们的和平 这是不可能的 这我同意 这我同意 我没有否定陈明通讲这句话 但陈明通你话只讲一半 请大家想想我讲的 你不要惹中共就和平 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你看中保台 你激怒中共 想要保台 那也不可能 就我们想要保有保持我们台湾 自由民主宪政的生活方式 然后我们采取方法是抗中 激怒中共 每天骂他 每天修理他 每天栽赃他 然后一直这样 这样就可以保台吗 这样也不能保台 你跪下来是没有人会跟你谈的 就像你看到美国 跪下来美国根本不会理你 跪下来是没办法谈的 这个我同意 没有人要投降 谁要投降 有人跟你讲说他投降 那你每天在那超美人 激情也没效啊 你在一个这么大的 这么强大 你说他蛮恨啊 他怎样什么的 随便你怎么形容 你在一个全世界 这么强大的国家旁边 你跟他讲说 我要跟你赎贏 你是怎么 你蔡英文五年多 你每天就在玩这个 三明治每天就玩这个 一直羞辱人家 怎样怎样啊 他怎样 这样就能够保台吗 这样已经证明 他是无法保台的 最近我们在讨论一个事情 我觉得很奇怪 CPTPP啊 蓝绿在那边骂来骂去 我看的真的快昏倒了 到底是要怎么样 莱猪能不能加入什么 根本 我这样讲我很抱歉 我觉得蓝绿你们这些人 都没有讲到重点 重点是什么 从疫苗讲起好了 疫苗 我们现在这疫苗 我看那个媒体下标题写 功过于求 不是功过于求 我们的这个疫苗的覆盖率 这个第一剂在70几% 第二剂30几% 很多人不打 这个我们早就讲过了 施打率不可能100% 不可能 TMP你想想看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 不经过大陆的同意之下 我没有在跟你讲投降 我是跟你讲国际现实 我们不要经过大陆的同意 然后呢 我们在美国跟日本 还有什么欧洲 欧盟什么 什么捷克立陶宛什么 我们不要经过大陆的同意 然后我们在 美日的支持之下 我们直接加入CPTPP 你觉得有可能 有没有这个可能 管他什么大陆 我们就跳过大陆 我们管他的 不要经过大同意 我们就直接要加入CPTPP 我们就开放莱猪 我们就美国跟日本支持我们 然后我们就直接加入 管他什么3721R 不要投降 不要跪下来 不要衰竞主意 我们就是台湾中国一边几个 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连叫大家打1122 我都省了 为什么我刚刚讲疫苗 你连买疫苗都绕不过大陆 你想要绕过他加入CPTPP 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我跟你讲 跟你开不开放莱猪 但是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可能吗 昨天经济部长说 我们应该赶快加入CPTPP 不然如果大陆先加入 我们就麻烦了 王美化 你实在是不试任 你讲的都很幼稚 我们怎么可能比大陆先加入CPTPP 他11个会员国 他们绝大部分的最大贸易伙伴 都是大陆 大陆比我们早申请那就算了 然后为了先让台湾加入 然后去得罪他的最大贸易伙伴 有可能吗 你以为每个国家都跟澳洲一样吗 我实在看 好不好 所以天边我再讲一遍 你陈明通讲说不惹中共就可以和平吗 不可能 这一点我同意陈明通 我也希望陈明通同意我这句话 你每天激怒中共就可以保护台湾吗 那也不可能 我们需要理性的论辩 而不是情绪性的发言 像什么苏贞昌 游锡坤那种的 我都快昏倒了 但是我们的立法院长跟行政院长水准就是不高 没办法 那今天国台办证实 他们列的这个台独顽固分子 列了三个人 苏贞昌游锡坤跟吴昭谢 那吴昭谢是我们的外交部长 说林兄 行政院长这个游锡坤 不啦他是立法院长 那因为国台办他是业务执行单位 他没有什么这个决策的功能 我不晓得大陆的领导在想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叫做台独顽固分子 那里面怎么没有陈伯伟 里面也没有Freddy 为什么是这三个人 我实在都不晓得要怎么去 去讲这个国台办 我真的 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像刚前子叫我谈彭帅 我不晓得彭帅要谈什么 彭帅不是写那个什么微博 我看到跟你看到是一样 我哪知道他们在房间里面干什么 我知道他我还坐这边干嘛 对不对 我哪讲得出来 你这题目要怎么谈 你这个题目叫名嘴谈 只有一条路叫做乱谈 不是这样子吗 就谈到很像这个 我实在是 我都不太想去讲同意 实在是 有时候讲的我都 我都不晓得要怎么来评论 如果我有讲错的 我讲的荒腔左板的 我非常欢迎大家来批评指教 我就想说彭帅是要谈 实在超出我的评论范围 那我要谈什么 我哪知道他跟那个是怎样 网路上有人很恶意 说那个人叫什么张高丽 然后又是什么韩国 跟韩国瑜什么 那种无聊的那种 我都连谈都不想谈 非常低级的1450的水平 那实在是 很遗憾啊 我们看国台办 国台办说这三个人 禁止进入大陆香港跟澳门 终身有效 其实以苏贞昌 游锡坤跟吴昭燮 他们的这个状况 他们也不会随便 跑去大陆香港或澳门 所以我不晓得 国台办这个宣誓 到底是要干嘛 我真心看不懂 这什么意思 就是列了一个台独顽固分子 然后给苏贞昌游锡坤跟吴昭燮 就像前几天国台办在骂这个陈忠燕一样 那当国台办不对 我不归我管 我也管不着 但我觉得国台办是个非常拙劣的处理啊 当你去骂陈忠燮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是颁勋章给他 你今天把苏贞昌游锡坤跟吴昭燮 列为三个台独顽固分子 那怎么没有蔡英文呢 怎么会没有台独今孙呢 台独今孙是赖清德啊 两国论起草的是蔡英文啊 你列苏贞昌游锡坤跟吴昭燮 这什么意思啊 苏贞昌很开心啊 他说我以此为荣啊 那游锡坤的讲法更没水准 他说提高我的国际知名度 游锡坤 你没有什么国际知名度啊 你有什么国际知名度 你只是经常闹笑话而已啊 讲什么飞弹打谁打谁 然后什么赶快台美建交 你笑死人啊 台美建交来啊 不过快 美国会跟我们建交 那美国当初为什么要跟我们断交呢 那不是莫名其妙吗 游锡坤说 这样子提高我的国际知名度 我没有要选举的 国台办来管你选不选举啊 正国会的精神领袖是这种水平啊 我都很懒得骂游锡坤 因为实在是没差时间 那吴昭燮呢 是因为他之前 历经重要的职务 蔡总统给他非常大的这个 历练的机会 从国安会秘书长到总统府秘书长 到现在的外交部长 其实整个都乱掉了 因为照以前啊 外交部长的上司 比他层级高的是 总统府的秘书长 总统秘书长一定比外交部长大嘛 一定的嘛 虽然他一个是总统府 一个行政院 可是总统府是五院更上一层啊 那国安会秘书长 国安会是直属总统府的啊 总统是直接管 那国安会秘书长是直接跟总统报告的啊 你怎么会当了国安会秘书长又当了总统府秘书长 然后又回来当外交部长呢 全部都乱掉了 你很难去理解蔡英文他当了五年总统 是如何把国安会中统府 这些什么国防部那些什么什么参谋中长 国防部长 乱搞一通啊 我真的觉得实在是 那当然很多这种信进之土啊 自己能够获得升迁啊 能够这个啊 然后就算了 其实整个都乱掉了 国家被他搞乱啊 实在是 诶国台办说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我不曉得在讲什么 其实这个处理是非常的不恰当啊 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 我这样讲就是说台独他有很多的样态 这个选举台独啊 募款台独啊 政治台独啊 选票台独 商业台独 媒体台独 为了收视率啊 为了点阅率啊 为他自己参选 这个抗中宝台是一个标签 就我们以前讲的爱台湾啊 抗中宝台啊 芒果干啊 其实它是同一个概念 那台独顽固分子 我不认为真的是顽固 因为有些像美国 他人在美国 他是美国的公民 他在跟你喊台独啊 那他算台独顽固分子吗 那国台办说 你要追究这三个人的刑事责任 可是目前而言 你没有任何管辖权啊 不是吗 那你说人家追究刑事责任 你不是变成打嘴炮吗 我要追究你刑事责任 但是我奈何不了你啊 不是这样吗 我非常期待这个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11月8号 下礼拜很快就到了 11月8号呢 是美国商务部啊 给这个半导体业者的那个daylight 你们到底要不要交资料 我们就等着看了 如果我研判错了 我来跟大家道歉都没有关系 我讲错的道歉那是很自然的 也是有必要的 如果我讲错了 我来道歉 如果我讲对了就算了 好不好 我们做评论呢 讲对是应该的 讲错就道歉 就这么简单 就看看我们是不是被南韩给骗了 一队人哇 这个商务部长好凶啊 要干嘛 要交资料 不然就什么 你就被南韩的媒体牵着笔子走 但我现在也不要跟你讲太多 我们就等下礼拜 11月8号再来 再来书娘了 那像这个 所谓的追究刑事责任 其实意思差不多 我要追究你刑事责任 然后呢 然后就没了 只要你不来大陆 不来香港 不来澳门 你也奈何不了我就这样了 我不晓得到底 我不晓得整个 共产党 大陆的领导当局 去弄这个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 是要干什么 对两岸关系有任何的帮助吗 你们反对台独 我们都知道啊 还要你来讲啊 还要你来列这三个人 你是帮了这三个人啊 这个对两岸关系是完全没帮助的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不骂国台办 因为国台办没有大脑的功能啊 这个是大陆的 更上面的人决定的 我们决定这干什么 可见在大陆做决策 他不是很了解 台湾的状况 你把这三个列 态度顽固分子 跟妹妹叫叫 很无聊 而且轻痛愁快 完全没帮助 真不晓得 习近平 这些 中共的对台工作小组在想什么 你没有别的事情做吗 你去搞这干什么了 这有什么帮助 我看不懂啊 恕我愚昧 我真看不懂 这个对两岸有什么帮助 我们出一口气 笑死人了你 这么大的国家 做出这么愚昧的决定 我实在是很难想象 所以大家要小心就是说 大陆他们会做这种误判 这是显明显是误判啊 这种事情他能误判 你就知道两岸很多事情 他可能 人家的他的思考逻辑 跟他的 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觉得 处理这三个是对的 这怎么会对 我不懂 这到底是对什么 你把吴扎谢 苏丹昌 尤其坤列为台独顽固贩子 这是对的吗 我觉得百分之百是不对 可是大陆他做这个决定 我们就要担心了 就显然他的参考的背景 他的思路他的思维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大陆不了解我们 我们也不了解大陆啊 这个就是贞结所在 彼此不了解 彼此陌生说 他可能觉得这个有效 我这样子公布下去 台独屁滚尿流 一点影响都没有 你是帮的尤其坤他们三个 很可悲很可笑的 在两岸的互动的历史上面 这是个闹剧 你竟然列了这三个叫做台独顽固分子 我为什么跟大家这样讲 我再补充一个 因为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 国台办已经讲了很久了 他已经酝酿很久了 已经讲了好几个月了 我本来以为他是随便讲讲而已 没想到你还真的列这三个出来 我看这新闻快捆倒 马上民进党立委 因为今天总质询 马上拿这个做球给苏贞昌 苏贞昌开心得不得了 天助我也 我是在看着黑暗民 我刚讲的最重要的关键句 就是大陆不了解我们 我们也不了解大陆 所以会很容易出现什么 叫误判 误判 我不了解你 我哪知道你要干嘛 你也不了解我 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大家就互相的 就变成这样子 来我们来看这个 国防部长投诉到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很可怜 我觉得国防部长也把自己做小的 你投诉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干嘛 因为华尔街日报前几天说 我们的这个台湾当过兵的是草莓兵 他是美国的记者采访了我们一个当过四个月的人 然后他觉得他是草莓兵 然后我们的国防部长就要写一篇 去华尔街日报 曾经说我们不是草莓兵 我们有信心 我们有决心 你管他美国媒体写什么呢 堂堂的国防部长去投诉这个 台海真的紧张吗 听众朋友 你真的觉得台海紧张吗 我觉得马照跑舞照跳 歌舞升平 哪有什么好紧张的 费地晚餐 我是陈辉文 听众朋友也要记得 不管是你用收音机 或是用各种的平台 什么这个什么Spotify 各种的Podcast 我们的APP 或者用YT或脸书 来各种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 你是来听我讲 好不好 谢谢大家捧场 请赶快按赞 聊天是有些带风向的 不管是真的是大陆网友 或是1450 你别往心里去 只要他不讲人身攻击 不讲三字经 然后不要乱骂什么流亡政府 什么武统那种的 我都可以让他畅所欲言 但是不要忘了 你来捧场 你是要听我讲什么 而不是听他讲什么 那有些玻璃心的这个网友 我就爱与包容 他一点点批评大陆的都不能讲 很抱歉 很抱歉 没这回事 什么都不能讲 你以为我是XX 我们台湾有些媒体人他到大陆去发展 他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到大陆去发展 他什么都不能讲 他哪敢批评大陆 那人在大陆他批评什么 这些人我就不讲名字了 因为不重要 他已经在我的资料库 基本上我是把他除名了 那这些人我就算了 也是爱与包容 人家也要混饭吃 我就比较同情那些人了 好 这我们来看看这个国民党 这国民党的事情 谈的人不多 但我真的不晓得国民党在干什么 谈谈 没有人要谈的题目 我们来谈 这个蔡英文总统 他认为 要修宪 民进党也磨刀户户要修宪 本来民进党盘算的是说 明年的2022 因为修宪他的门槛是50% 是投票权人的50% 所以要900多万票 快1000万票 我想965还985 很高的票 比蔡总统的得票还高 蔡英文才拿817万 所以他要有投票权的 1900多万的一半出来投 所以他900多万票 这个修宪的公投才会过 那修宪的公投呢 本来民进党盘算是说 配合明年的9和1选举 那因为大家偷偷搭搭嘛 现在看起来恐怕来不及 而且中间还有四大公投 所以有可能呢 民进党的这个盘算说 那2022来不及 那我们来绑2024好了 那民进党想绑2022跟2024 那是他家的事情 就民党自己的盘算 那我解释给大家听 就是说目前我们的立法院 总共席次是113 我们修宪是两个门槛 第一他按顺序来的 第一个门槛你要立法院通过 立法院通过的门槛是85席 民进党根本不到85席 所以光靠民进党是过不了的 113席里面国民党有35席 所以如果国民党反对 一定85席过不了 对不对 那门槛是85席嘛 那第一个门槛过之后 第二个门槛就是我刚讲的 900多万的公民投票 公民复决 那这投票门槛也很高 刚就讲比蔡总统 817万票还高 那你没有通过立法院 是不能公民复决的 要照顺序来 要先通过立法院 那我一直不了解 从江启臣到朱立伦 我一直不晓得 国民党一直在玩修宪的原因是什么 那昨天国民党开会的结果 我先跟大家讲 他们认可18岁就可以投票 就公民权下修18岁 这个他们是 这个国民党觉得这是对的 这是可行的 那国民党反对的是 调降修宪门槛他们反对 废考间他们也反对 那国民党还有其他主张是这个 动物权 动物权 我看一下小超好了 这个实在是 有点强我所难 动物就是animal 动物权入线 还有气候变迁也要入线 那要恢复这个 隔魁的同意权 这个 恢复隔魁同意权 立法院又 永无明日 隔魁同意权 其实他是两面认 你要你要行政院长 总统任命之后 还要立法院同意 那个真的不得了 那这个公民权下修18岁 其实各党都讨好年轻人 包括时代力量 民众党还有民进党 包括昨天开会的国民党 他们都认为公民权应该下修到18岁 这四个党都认为应该这样 听到你觉得公民权应该下修到18岁 18岁就可以投票 你赞成吗 我批评国民党随波逐游的原因是 我认为你让多40万的人可以投票 20岁变18岁 大概40万票 我抓他40万票 我跟你讲 这40万票大部分都不会投国民党 我觉得 我也没什么民调什么 我认为这40万票 因为他们念的课纲 跟我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长期被三明治洗脑的 被课纲洗脑 被三明治洗脑 你说这40万票会投国民党 我很保留 我认为这40万票大部分都不会投国民党 那我不晓得 为什么一定要让18岁就可以投票 他的必要性 他的迫切性是什么 我真的看不出来 20岁投票不行 这不行 这世界潮流 18岁就可以投 这我是反对 我为什么反对呢 因为听到我之前在这边接过call in 我接过国中生打来 我接过一个11岁的 应该是国小5年级打来 当然他妈妈在旁边 所以呢 我反对18岁投票 我认为12岁就应该投票 要讨好年轻人 我不会吗 小学毕业就可以投票啊 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早熟 对不对 青少年也可以投票 青少年都可以打疫苗 青少年为什么不能投票 12岁就投票啊 民进党不是都在校园洗脑吗 哎韩国瑜炒包 啊韩国瑜怎样怎样 跟习近平怎样怎样 那时候罢韩的时候不就这样子吗 那些家长不就带着 去参加游行吗 参加we care的游行啊 韩国的这不行啦 连小朋友在那边拿着 大声工在那边骂韩国瑜啊 可见我们的公民意识是向下扎根 这么的扎实 对不对 12岁就投票啊 不就来啊 我们怕什么 12岁就投票 好不好 恢复真兵制 真兵制我是反对的 为什么要恢复真兵制 莫名其妙 为什么只有男生要当兵 全民皆兵 以色列女生你要当兵 那为什么台湾的女生不用当兵 为什么 我看不懂啊 为什么只有男生要当兵 你们不是一直讲女男平等吗 每天喊女男平等 当兵说你们男生去当兵 为什么 不是保家卫国啊 你不用保家卫国 嘿 啊我跟你讲 提出这种主张 到时候联合报就说 啊这个 这个是封兰 crazy blue 封兰 我不知道是谁在封啊 我看不懂啊 我不晓 我真的不晓得 国民党在想什么 今天有一个更好笑的 国民党立任党才说 呼吁蔡总统召开国事会议 国民党里头说 之前那是讲李登辉那个时代 之前每次都开国事会议 这次没开 怪怪的 我真的不晓得国民党这些 从党主席以降 包括那些立委 我真的不晓得他们想什么 蔡英文总统开了两次国事会议 我不晓得国民党这些租公 立委租公到底记得不记得 听到没有 蔡总统开了两个国事会议 你们记得吗 他才当五年多啊 我们大家都忘了 他开了一个年改的国事会议 年金改革 他开了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你知道蔡英文选总统的时候 他开的国事会议支票是几个吗 14个 14个国事会议 14个 结果他开了两个 他有12个国事会议没有开 你现在又叫他开 修宪的国事会议 我都不讲国民党的箱子吗 哎哟 那个年金改革 我觉得很好笑 前几天有人 叫那个权势部长下台 权势部长说 这个退服基金有可能会破产 然后就被骂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老师在讲你有没有在听 你不听吗 我讲了几遍了 年金改革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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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在讲你都没在听 他的年金改革就是延后破产 我还在联合报写读者投诉 你都不看 叫你看你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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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怪我啊 他本来的设计就是延后破产 我从头讲到尾 你就是不听了 你了解我意思吗 他砍了月退缝 他砍了18% 而且他没有真正的改革 他只是延后破产 往后延30年 30年 他的设计就是30年 你去问权续部看我讲的对不对 然后你们这些叉叉都 哎哟 蔡总统年金改革 哎呀 陈建仁副总统 你是在中邪哦 你们都没有在看内容的啊 你们都随迫逐流啊 你们都以为是年金改革啊 他不叫改革 他是延后破产嘛 你怎么都听不懂 他本来就是延后破产 你们以为是改革 全国领年金的军工教 限职加退休不到200万 100多万人而已啊 我记得是那个 最近不是说军工教调薪吗 限职的军工教大概82 退休大概40几 加起来不到130万啊 全国领年金的超过1000万 1000多万啊 有1000多万人的年金都没有改 我讲的是劳保 他不敢改 他连碰都不敢碰 你们一直以为他是改革 绿媒三明治每天歌颂 啊蔡总统的政经年金改革 什么的 他改革改革差差 司法改革 刚前面讲过的 我就不重复了 你相信司法改革 那表示你对台湾的司法 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最近看一个杂志写说 有好多检察官啊 跳船 当到主任 其实我觉得那记者也是不懂 他觉得在检察界 当到主任检察官很了不起 在检察界当到主任检察官 没什么啊 显然你这记者根本是外行 好就不骂这个记者了 他说啊 有好多主任检察官退下去当律师 我说 那你也可以撒一拼 这组 我才希望20年前就这样 你也好了 我都不晓得那记者在写什么 可见记者也不懂 然后写稿的 审稿的主管也不懂 就这样稿子也能登 在台湾当当法官跟当检察官 不如去当律师啊 我讲实在话 他里面访问了一个 退要去当律师的这个前检察官 他讲什么呢 他说啊 他一个月啊 分到案子在70件 所以显然这个案件的量很大 一个月分到70件 新案哦 一个月丢给你新的案子70件哦 啊你旧案都还没结完 他一个月丢70件给你嘛 对不对 好 他说呢 我推下去当律师之后呢 我一个月接两个案子 一个月接两个案子 薪水就比我当检察官还多了 接两个案子就比他检察官薪水多了 谁要当检察官啊 你也好了 好 那我不晓得开国事会要干嘛了 那这个苏贞昌现在立法院啊 我就 我就不讲细节 因为我不要得罪人啊 我只想告诉国民党立委 你没有做好准备 你不要去咨询啊 你讲不过苏贞昌 你也不要去咨询啊 我就不晓得 你怎么会没有办法咨询 苏贞昌 他很会凹 他很会反咨询 但是主动权在你 是你去咨询他 他只能被动的回应 你被他强化 你被他反变 那不在苏贞昌的错 因为他本来就自动人啊 他之前不是电蒋万安吗 蒋万安被他电到叽叽叫啊 我说到底谁咨询谁 你在干嘛啊 高雄市议会 你们拿陈其麦没办法 那也就算了 我也不要再骂你们了 就 即日起不要再跟我讲战斗篮了 战你个头 战斗篮不要再讲战斗篮了 太好笑了啦 你连索尊穹跟陈其麦 你都记载不住 基本上 因为他很多东西可以咨询 特别是高雄陈中城的这个大伙 我觉得国民党根本不配当最大在野党啊 我不晓得你的战力是什么 我也看不懂你的逻辑是什么 你要跟着民进党的 屁股后面去修宪 我就不懂了 我真的不懂啊 行政院长骂国民党的 郑立文说没更小 国民党没反应啊 国民党应该是全面的杯葛 要求苏贞昌道歉或下台 你怎么放任你的女立委被行政院长骂 然后国民党在旁边看 那我们去告他 你告他干嘛 那已经不是告他的问题了 叫他下台或者道歉 二选一吗 我骂陈其麦是一样 陈其麦你不要像你自己讲的一样 骂胡志强这样下台没关系 你至少要跟胡志强道歉说 胡市长 我现在自己当市长的 我才知道你的苦 那个才叫承担啊 那你咨询不了陈其麦 你也咨询不了苏贞昌 我要国民党干什么呢 要你这个党干嘛 你表现的很明显的不如民众党 不如时代力量啊 20224下架民进党 一定是国民党吗 我要打个问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